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你们知不知道 之前刚公布的 先易向前预算案吗 我知道 这是政府今年第四个抗疫预算案 已经拨款三百多亿元 为的就是帮助企业保住大家的饭碗 其实我也知道 政府除了这雇佣补贴计划 会延长一个月之外 政府其实也提供了就业与技能配套 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培训机会 更多的基金也用来帮助那些失业者 或者是收入受影响的国人 这还不包括一次性的一百元 同桌共计水电费补贴 还有 低收入的家庭我们也没忘了他们 政府对我们的慈善机构 也提供了一元对一元的资助 希望能够鼓励国人踊跃捐款 没错 不论是个人 家庭还是企业 政府都伸出援手 为的就是帮助大家共渡难关 这一次的疫情不只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经济 所以必定是需要一段时间 才可以慢慢地恢复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 一起全民防疫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大家好 我是内耐老师 今天教你用棍子怎么来伸展你的肩膀的肌肉 好 先把你的这个棍子拿起来 好 这个棍子请你特别注意 请你挑安全的 不要挑上面可能有钉子或是铁的 可能会刮伤你的 尽量挑这种比较轻 甚至是塑胶做的就可以了 好 这个棍子的长度大概是比肩膀 稍微再宽一点就可以了 把手伸直 好 我们现在做转肩膀的动作 好 因为在热身的关系 所以请你先做慢一点 然后动作先做小一点 好 来 加油 往后转 记得请你数出来 老师要常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做棍子的运动 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是比较空旷 而且不会让你打到东西 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 好 来 我们往后转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往前转 换方向 一 二 三 记得尽量用你的肩膀去做就好 手肘尽量不要动 肩膀就好 加油 那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尽量去调整的动作 不要有高低肩的情况 两个肩膀一起往前转 很好 来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来 现在注意看 把肩膀聪起来 往上聪起来 然后放下来 开始 一 二 你会发现你在做的时候 已经开始觉得肩膀有烧烧的感觉 对不对 这样就是对的 因为我们在热身 如果你没有热身的话 可能会有抽筋或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热身很重要 是为了让肌肉更有弹性 等一下做伸展的效果会比较好 好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来 第一个动作 来 现在再把双手打开一点 再拉开一些些 好 注意看 你把手往上推直 好 来 看老师的手都是这样握住的 往上推直 好 如果你本身肩膀有一些问题 或是有肌肉粘连的问题 有些人举到一半就举不起来 对不对 或是有点不舒服 你可以用这个棍子去扶住 你把它推上来 好 推住之后 我们先停住十秒钟 好 来 开始 一 二 记得要数出来 去感觉一下你的肩膀 被你往上拉起来的感觉 很好 加油 通常肌肉粘连就会有紧紧的感觉 所以这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动作可以帮你 舒缓一下你肩膀的肌肉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换另外一边 好 慢慢做 不要急 好 慢慢地往上推 好 来 一 二 老师还是要特别强调 你下面这只手可以自己往上推 去看它的角度 这只手可以自己给力量 如果你发现这样好像有点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让它放软一点 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去调角度的 好 请你把背打直 慢慢地去把它推 用力一些 好 来 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回来 我们稍微做移动的好不好 来 往上推上去 推到底之后 好 慢慢回来 再换另外一边 请你动作都做慢 但是把动作做大 好 来 一 二 三 这个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肩膀的肌肉 给延伸开来 让你的肩膀比较不会有这么紧绷的感觉 但是请你特别注意 不要打到电灯或是风扇 来 做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来 肩膀还有旋转的动作 对不对 来 注意看 老师 一样拿起来之后 我们会转过去你的身后 转回来 所以你的肩膀就会去做这样旋转的动作 但是身体有没有动 没有 只是靠肩膀 好 来 准备了 好 来 开始 先不要太快 一 二 加油 好 老师要特别强调 这个动作每一个人的关节的柔软度不一样 跟它移动的范围不同 所以你不一定要跟老师做一样这样的动作 但是你要尽量做到自己关节可以移动的范围就可以了 加油 很好 做最后五个 来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好 来 换方向 一 二 所以你在做这个转动的动作的时候 请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这样才不会危险 很好 那再来就特别注意尽量控制两边转的角度 跟方向要一样 你不可以一边大 一边小 这样就不平衡了 好 来 做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好 来 做完之后先把这个棍子放在这里 好 我们现在要拉我们肩膀上侧旋转的肌肉 所以放好之后来看老师的手 这样握住 你的棍子的中间 记得是面向它 而不是这样背对它 面向它 拿住之后来 拿起来 转过来 好 这时候请你这只手握住这个地方 所以把这个手肘打开来 然后这个慢慢地去给它力量 转起来 你就会觉得我的肩膀后撤那边 上面紧紧地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挺直 好 开始 一 二 三 四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缓解很多 关于肩膀很紧的问题 或者是你本身肩膀有沾黏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动作帮你拉住它的时候 会有这个舒缓的效果 那老师还是要特别提醒 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怎么样调整力量 但请你不要一直这样动它 保持住就好了 因为当你在动 一直动的时候 可能会受伤 好 来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回来 好 你在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有抽筋的感觉 所以请你慢慢来 换另外一边 一样先放着它 另外一手先保持住 好 把你的手这个怎么样 放在中间 好 然后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把手肘打开 握住它 好 以后 好 给一点力量 一 二 特别注意手肘的部分 要把它打开 如果你合进来的话 它就拉不到 所以尽量把手肘打开来 很好 自己给力量 慢慢慢慢地给 你会觉得肩膀里面的旋转肌肉 会紧紧的 你会觉得有放松的感觉 可是当你拉太紧的时候 可能会有抽筋的感觉 所以自己调整一下那个颈度 最后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慢慢放掉之后 一样拿回来到中间 拉住它 放下来 再做一次转肩膀的动作 来 一 二 三 这时候你发现你在转肩膀的时候 会觉得肩膀的弧度好像可以做更大 对不对 因为你的一些肌肉 生成肌肉被已经打开了 来 做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来 往前转 一 二 三 四 五 加油 来 最后三个 三 二 一 好 现在请你把这个棍子先放在地上 不管它 手打开来 准备做深呼吸 好 来 吸气 搭配你的手 好 来 吐气 最后一次请你用最慢的吸气 来 准备 来 吸气 好 来 慢慢地吐气 你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其实今天应该是我们第二次 用棍子来做运动吧 是 老师 有没有什么东西 要再次地嘱咐大家的 其实棍子要调坚固 不可以调软的 再来就是不要调太重 轻轻的就可以了 另外也要提醒所有的阿公阿嬷 做运动千万不要超之过急 最重要的是慢慢来 注意安全最重要 好 稍坐休息 待会儿马上回来 安全保障目前在许多公共场所 已经强制实行 请大家配合下载使用 要记得 进出时都需登入和登出 才可以准确记录大家逗留的时间 加速追踪的程序 无法使用安全保障的朋友 请随身携带你的身份证 以便让工作人员扫描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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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小常识 买菜下厨更省时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 教了你怎么样选食材 怎么样煮 那下来要告诉你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我们的姜姜姜 所以大家要多看节目 从节目中可以多认识一些材料 食材 酱料 那在家里多多练习 如果忘了怎么做 没有关系 上Me Watch去重看 再过不久 你就可以成为大厨了 除了听我们的节目 喝点新的东西 政府都有推出很多新的火情 就是给大家老人家多点学习 适应新的数码科技 现在趁着有空 大家要喝点东西 说得真的太好了 拍手 好 那当然家里的也在拍手 那当然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主要的主讲师 我们的Chef Yang 其实今天的酱料就是我们普通 在家都会有的酱料 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蚝油 很多蚝油里面是没有蚝的成分 那他叫蚝油干吗 以前的时候他们提炼的时候 真的是有蚝 可是慢慢就失去了蚝 那你回去看那个成分 真的是很少有蚝的成分 有一种蚝油是用蘑菇做成的 所以吃素的人他们也是可以用 如果你要增添一点鲜味跟甜味 放蚝油是最佳的 其实应该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到蚝油吧 是 但是你今天煮三道菜 你不可以三道菜都用蚝油吗 没有会 你桌子上每一道菜都一样味道的 不是吗 没有 不是 我跟你讲 就好像你说炸鸡翅膀 我很习惯用蚝油来腌 可是腌它是味道而已 煮出来不一样 然后你炒一盘青菜的话 你放蚝油菜这样 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建议 如果你腌东西你不一样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蚝油的 如果你腌肉什么 你可以带一点豆瓣酱也不错 对 豆瓣酱 或者是腐乳也是可以去腌 其实都可以 是 那夏云姐 你自己怎么用蚝油 其实有一阵子我下厨的时候 我很喜欢我什么都放蚝油 不管蚝油配什么食材 煮出来都有不同的味道呈现出来 对 而且很好吃的 那我们接着下来还有其他的酱料 对 其实接下来就是这三种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家庭 所以我先讲这个日本的酱青 这个日本酱青就是拿来做 鱼鱼酱 鱼酱就是冰糖 姜 蒜头 跟日本酱青 还有蜜蜜 然后你拿去煮 煮了之后它的那个浓稠度 然后你就拿来擦在那个鸡上面 直接去买那个鱼鱼酱 我也是这么想 真的 不一样 你相信我 因为这个酱青里面它的旨味比较强 它的酱味味比较逗 其实酱青有价钱差很远的 对 因为它们有很多不一样的等级 是因为它们提炼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价钱就不一样 酱青就是带咸 其实你也是有些人可以放盐 可是盐没有酱青来的香 那如果我们说到那个老抽 就是酱油嘛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酱油的话 它是有酱油的那个味道 其实这个酱油不要跟那个甜酱弄乱 对 你会导致这个好浓的 对 那个浓的不一样 那个是炒果条用的 对 这个呢 其实这个的味道会很香 是 有时候我们好像 我腌那个鸡翅膀什么的 我要做那个僵尸鸡的话 我会放酱青 我也是会放酱油 因为酱油会给你颜色 还有给你那个香 然后我本身的话呢 我喜欢荷包蛋 是 我一定要放辣椒跟黑酱油 黑酱油 我只是放黑酱油 对 我很喜欢 我也是 我觉得一盘白饭 配着煎蛋跟黑酱油做很满足 回家 你试看看那个辣椒酱 对下去 那个是我的绝备 你的这个味道的选择还很不一样 你回去试看看 你讲到这个黑酱油 其实我还拿来蘸什么 你知道吗 我拿来蘸黄梨 对 都试过 还有那个鸡翅还是什么鸡翅 它们也是淹在那个酱油里面 对 那下来就要谈到 女孩子最喜欢吃的 醋 男女都会吃 不只是女孩子 所以醋其实也分很多种 对不对 对 我们这边有三种醋 黑醋 其实黑醋自己本身 也有分很多不一样的 是 今天我们这边的就是浙江醋 就是拿来煮鸡翅米的 所以醋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拿来蘸 这个就是可以拿来蘸 放姜 你吃小笼包 就是蘸这个醋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拿来煮 煮猪脚醋的那个醋 所以那个会带一点点甜 我怎样用这个黑醋 你知道吗 在这里煮的那些快熟面 那个汤滚了 面熟了 我把那个面捞出来 然后这个碗里面我会放黑醋 放一点番茄酱 然后麻油 然后那个面捞起来就放在里面 还有放那个青葱 炸葱 就很好吃了 这个人真的很热 干锅片 对 很热 然后你再炸几片那个午餐肉 煮一个蛋 对 那是黑醋 那白醋呢 白醋其实是一个人造的醋 我们拿来做鸡翅米的 所以我们要给那个鸡蛋凝固的话 我们就加一点醋进去里面 其实除了煮之外 如果你是贤妻良母 好像我们典型的这个阿姐钟情这样 你就知道醋除了煮之外 可能还有别的其他用法 这个现在很抢手的白醋 可以消毒的 你放在水里面 麻豆西除了消毒 是 向云姐呢 我将会用白醋搀了苏打粉 来清洗这个顽固的污垢 这是强力的 强力的 对 我们在餐馆 其实我们也是放一块布 放一点醋 我们拿来擦那个盘 消毒 对 好 那当然除了这个白醋之外 我们刚才说那个是人工的 对 有一个就不是了身边的米醋 其实米醋是用米酿造的 你知道烧鸭吗 烧鸭不是有淋的那个醋 再干 它才可以拿去烧 它才会有那个很脆的皮 难怪 难怪每次看到 还没有烧之前就挂在那边 对 西餐的话就叫做 西餐的话就叫做 他们也是拿他们的醋 放进一点香料 然后拿去腌制 然后可以放酒 出来的话 它是很爽口的 在厨房里头 另外几样你完全不能抹饰的 今天给你好好介绍了 看样子你应该懂得怎么用了 对不对 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Chef Jean 谢谢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马上我们就要煮营养餐了 不晓得你洗手了吗 还有 大家早上量体温了吗 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 留在家里休息或者去去看医生 记得不要随便更换医生 好 那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我们就来煮营养餐了 子豪 今天我们来煮一个滋补的炖汤 我们煮的这个是山药玉米排骨汤 首先我们来把红萝卜切块 今天的主节其实是山药和玉米 不过萝卜是拿来调味用的 山药就是淮山 对 平常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淮山 然后这个山药跟牛蒡 长得好像蛮一样的 怎么分 对 其实很多人如果要到外头去买的话 如果你不看标签 我跟你讲 你真的没有办法分辨 你知道吗 对 就一片一片白白这样 不是 一根一根 一根一根白白这样 淮山的外皮它带的须根比较多 然后如果有切 有对切的话 牛蒡它本身带有年轮 淮山没有 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做分别 但是其实还是很难认的 所以最好就是买的时候问清楚吧 那它们的功效是一样的吗 其实牛蒡跟淮山的功效是完全不同的 那如果在中医来讲的话 牛蒡是属于偏比较凉性的 所以是适合那些去风热的那种情况 然后淮山是比较偏有点补义的那种情况 那淮山它本身里面带有一些粘性的物质 它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的胃粘膜 所以如果有一些胃病的人 胃溃疡的人 吃淮山对他们很有帮助 接着下来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排骨 煮汤之前排骨 通常我们会选择做汆烫的一个方式 把刚煮沸的热水倒进去这个碗里 所以我们要汆烫这个肉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去掉它的那一层油吗 不完全是油 主要是汆烫的原因是把里面的血水清干净 因为这个排骨 如果你直接把它放下锅里面煮的话 它的蛋白质融化了之后 会在我们的那个汤上面形成一层灰白色的 有点杂质的那个感觉 所以会让整个汤看起来不是很漂亮 所以这个汤除了用猪骨 我们可以用鸡骨吗 也可以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 通常就是猪或鸡的选择 不太建议用鱼 因为鱼的味道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淮山一片片放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那个黏性的成分 是 对 淮山其实是一个 对脾胃很好的一个食材 所以家里小孩如果不喜欢吃东西 或平常胃口不好的话 可能是就是中医的说法 可能是跟它的脾胃不会这么好有关系 那可能拿淮山来煮粥的话 对它们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汤里面是猪骨跟淮山 为什么会选择配搭玉米呢 因为玉米还有这个萝卜可以给它一点甜味 然后同时增加里面的营养 然后现在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很多的电子产品 然后电子产品有很多的蓝光的问题 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会影响我们睡眠的那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东西 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减少蓝光的伤害 那玉米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玉米黄素 那玉米黄素可以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不管是烤还是蒸还是什么的玉米吗 对 其实玉米也分很多种颜色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 大家知道的 就是比较白的 黄的 还有紫色的 那个是染的 不是 很多人一看到紫色玉米 还以为是加工配了原料 有什么防腐机之类 不是 紫玉米是另外一个品种 它是真的一个天然的食物 真的是紫色的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没有差 其实紫玉米的营养成分会更好 是因为紫玉米里面带的花青素 抗氧化剂更高 颜色深 对 颜色深 好 其实这道汤真的很简单 你看我们把这个猪骨 然后加上我们的淮山 萝卜 玉米 放进去 然后给它慢慢去滚 去煮 大概要煮半个小时 我那个汤 我不可以一汤匙一汤匙喝 我要一口一口喝 大气 清淡 是 非常清淡 淮山 淮山本身没有任何的味道 其实像炖汤 是不是 对于那些有尿酸的人不太适合的 尿酸的情况的话 我们得看炖的时候用的材料 那如果我们炖的时候用的是 有骨头的肉类的话 那熬煮的过程当中 它会释放一些普林到汤里面 那如果摄取多的话 是可能会造成尿酸问题升高的 所以通常会建议如果有尿酸问题 或已经有痛风的人的话 可能如果你要喝炖汤的话可以 那你平常吃的东西里面 可能就要减少一些豆类或香菇类 就不要一次一起吃这么多含有 会让你尿酸问题严重的食材 其实真的 民以食为天 很多人都爱吃 那尤其是喜欢那种煎炸的食物 中国人 偶尔炖一下这样清甜一点 清淡一点的汤来喝 其实也可以当作是喜喜味 对 好 健康的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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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